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貴俊 我是韋汝 今天要來談牙齒的問題 牙齒 為什麼呢 你知道嗎 台灣平均35歲這樣的成年人 98成人都有牙周病 這麼高啊 以前牙周病你聽起來 可能就是什麼刷牙 會流血 或是老了之後牙齦萎縮 可能會掉牙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牙周病影響的一樣是全身 因為牙周病就是會有細菌 這些細菌從你嘴巴你會吞進去 或是從你血液就跑出去 就是一樣是到全身 可能會腦梗塞 可能會心肌梗塞 這不是你最怕的三肝會引起的毛病嗎 其實牙周病也通通會引起 甚至對一些孕婦而言 還會心生而體重過去 還可能會早慘 真的很可怕 沒有錯 除了牙周病要注意之外 有時候蛀牙也是 像我小時候就曾經蛀過牙 蛀到那個都已經凹筋 因為卡菜喳 後來被我媽媽抓去醫院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假設我再晚一點來 我的整個嘴巴會爛掉 就那一次被嚇了之後 我就開始每天要刷牙 對 所以其實口腔衛生 不是像大家想的 只有影響到嘴巴 是 影響到全身 所以今天就要教你怎樣正確的刷牙 怎樣保健你的牙齒 是的 一開始我們要來聊 牙周病這件事情 因為在台灣牙周病的盛行率 有高達八成 但其中有四成的人 是不知道自己有牙周病 假設牙周病你忽視他的話 有可能跟風波性組織員 會搭上邊 蘇星姐 對 就是還沒有到 全身性的系統影響之前 其實牙周病就可能 帶來很大的困擾 我先講一個比較有趣的案 之前有一個年紀沒有很大的男生 然後就跟朋友去K哥 K哥 K的正高性之餘 後來就有點酒意 然後出去上個廁所 那樣嗆之餘 不小心就跌下來就扑該了 跌倒一般人扑開 年輕人頂多就跌倒爬起來 堅強一點對不對 沒有 他發現怎麼牙齒掉了很多顆 後來去醫院才這樣 因為他本來就有牙周病 可是他都沒有管他 可能導致他本來牙齦 就一直沒有戶得很好 對 然後就是牙齒動搖 所以一個扑該 整排牙齒幾乎掉光 年輕人 所以第一個 其實他會影響你牙齒的穩固度 第二個事情就是 一旦他進一步發炎也可能發展成致命危機 尤其是幾種人要特別注意 如果是糖尿病患 或者是抽菸的人有時候 那我講一個 先講一個比較嚴重 他才49歲的女生 他就是平常刷牙都會流血 但他一直覺得應該也還好 不會都流血對不對 會怎樣也不會死 然後就不管 可是有一天他就發現 不對 這幾天怎麼覺得喉嚨有點痛痛的 吞東西有點不舒服 他想一定是感冒了 應該沒事 結果後來早上起來突然發現 不是只有喉嚨腫痛 是怎麼脖子也腫起來了 想說奇怪了 怎麼會腫到外面來 這個是怎麼扁桃腺腫這麼大 他自己擔心才發現 吃東西也會卡卡 甚至呼吸覺得不是很舒服 後來趕快去醫院看 因為這個時候真的會怕 去醫院後來開始照了相關檢查 之後才說 他這個人是本來就有牙周病 可是他都沒有照護好 然後因為可能這些牙菌斑 或裡面的菌往裡面跑了 所以他造成叫做深頸部感染 對 他說你這個其實很嚴重 他可能要切開引流 把裡面已經發濃的部位把它引流 否則更嚴重可能會危急生命 像一個49歲女性很難想像 只是一個平常覺得牙齒流血 怎麼會這樣 那另外一個年紀稍長 可是他平常有在抽菸 他是怎麼樣 他也是想說 我很怕看阿姨 真的牙醫很討厭 我也不喜歡 然後就黏黏 所以他平常如果牙痛 他去買一些止痛的 有一些牙齒止痛的 為什麼就忍 結果有一天忍不住 因為他整個半邊臉腫起來 腫像豬頭一樣 然後這個時候真的不能忍 又很痛 又整個人開始發燒了 去醫院醫院才說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牙周病很嚴重 那你平常沒有控制他 他現在就是一個蜂窩性組織炎 他說再嚴重 這可能全身敗血重 所以我們要整個幫你做一個 牙周的整理 反正後來包括抗生素 包括一些治療 慢慢慢慢才把牙周的狀況穩定 但是還是要後續治療 對 剛才蘇姊姐講的 大概都是局部產生了一些後遺症 然後造成牙齒掉 造成一些感染 劉醫師 你說這個跟糖尿病也有關係 為什麼 對 我們知道牙周病 除了最明顯顯的意見 我們在臨床上看到 就是跟感染有關係 但是我們在看一些 臨床上的個案的時候 發現說經過研究統計 發現如果你有糖尿病的病人 這個罹患牙周病的機會 會是三倍以上 為什麼 因為主要糖尿病的過程當中 它會造成我們的這個牙齦的部分 可能會容易失癢 因為小的血管 小的神經 微循環不好 對 會造成壞死 那甚至假如你即使那時候 在發炎的過程 是感染的過程 你根本就不會注意到 那這時候他在失癢過程 牙齦會萎縮得更快 那在糖尿病本身 對於我們的免疫系統 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當你感染的情況 就會比一般人來得更嚴重 那甚至假如說 我們從一些研究來看 包括說我們有些心血管的事件 腦血管的事件 這些在亞洲病的病人 甚至會增加三倍以上 那怎麼去證實他跟他有關 就是說假如像有一些人 他會罹患一些 跟我們心血管循環的一些感染 或者是像什麼心內膜炎 那這些疾病 或者是像腦農羊 我們去把這些病原菌 去抓出來做培養 發現這一些造成的 這個細菌來源 都是齒原性的一個感染 從牙齒跑出去的 對 牙齒跑出去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懷孕的婦女 其實在懷孕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會受到賀爾蒙的影響 那包括我們在懷孕的過程 其實抵抗力是會先壓下來的 因為我們要去容忍 就是肚子裡面多了一個 我們不能說外來物 就是多了一個 跟媽媽身體沒有關係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免疫系統不能太過活躍 所以不能太過活躍的過程 其實當你這時候是罹患了 這個牙周病 甚至會導致小朋友 他會有早產 或者出生體重偏低 因為這時候 因為你的免疫系統 整個壓抑下來的過程當中 你會變成這個齒移的部分 一直造成我們身體 一個慢性發炎 跟慢性感染的情況 這時候就會增加一些早產 跟流產的機會 對 所以影響真的很大 不過糖尿病跟那個牙周病 真的是機身蛋誕生期的關係 你本來就有糖尿病 你本來就容易感染 所以你本來是容易得牙周病 可是萬一你現在沒有糖尿病 結果你不小心得到牙周病 它也會讓你這些壞了 我們進入人體 導致血糖的上升 所以是互相在影響 所以真的是 牙周病影響全身 真的影響很大 甚至跟癌症也有關係 趙醫師 對 我在臨床上 就遇到過一個案例 那是一個地方電台的主持人 他來我們牙醫師洗牙 洗一洗的時候 我就發現牙齦好腫 那我們牙科大概就知道 這個牙齦一腫 你的細菌就直接透過這個腫的牙齦 直接進到微血管 直接進到身體 那之後整個身體 就會有慢性發炎的問題 所以所有癌症的比例就增加 那這一位主持人也很不幸 他洗完牙 怎麼過兩天還是有點肾血 他就有點擔心 擔心就去醫院檢查 他檢查之後 就看看是不是 你血因子有問題 那越檢查越多 最後乳癌 那也很不幸兩年後他就走了 就過世了 所以這個睡眠呼吸中止症 在現在的研究 大概就是第一個跟癌症有關係 剛剛提到跟這個慢性疾病 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 那我們最新的研究是注意到 這個牙周病跟睡眠呼吸中止症 打呼有非常大的相關 那一旦打呼的話 那你一定有所謂的慢性代謝症後 是 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 牙周病這四個最常見 那其實就是缺癌 所以剛剛劉醫師就特別提到 他就開副主持人也提到 蛋生肌 畸生蛋 其實互相都有影響 難怪牙周病也被人家講 好像跟獅子也有一點關係 是 其實牙周病這樣聽起來蠻可怕對不對 但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它竟然會傳染 假設家裡面有一個人有牙周病 很有可能全家人都有牙周病 有這麼嚴重啊 劉醫師 對 過去有一些研究發現說 尤其是你說像接吻 或共識的情況之下 會發現說在這種情況 你只要持續上接吻十秒 你就有八千多萬個細菌 就可能就互相交流了 對我們來講 大家聽到八千多萬的細菌 其實不用那麼擔心 其實我們大家嘴巴裡面都很髒 我們以前在學的時候 比馬桶還要髒 對 在急診的時候 那個老師都會說 你要問他說 他是被什麼動物咬的 如果是雜食性的動物 那個是最髒的 因為他什麼都吃 所以人的嘴巴是最髒的 這個都還是我們在考 醫治國考的考題之一 所以對我們來講 不是說只有接吻有事 其實你共識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細菌都會因此 可能造成一些交流感染 那我們就發現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尤其是假如說 我們同個家庭裡面 因為生活習慣的相同 或者是說 我們可能大家在清潔牙齒的習慣 媽媽嬌下來 或者爸爸嬌下來就嬌錯了 那當然小朋友再繼續使用的過程 當然還是錯的 所以我們在臨床常常 我們像我們家醫科 我們會做一個成人見解 所以40歲以上 可能就開始來做成人見解 有時候在做他會有一個牙齒的檢查 我們簡單看一下 發現說有牙齦尾縮 有點齒韻眼的情況 有時候剛好小朋友來檢查的時候發現 小朋友也有蛀牙的問題 這時候你就可以懷疑說 這可能整家人在結牙的過程 可能都有問題 因為通常習慣是整家都有的 對 不過趙醫師剛才一直講到說 那個跟癌症的關係 現在國際上是不是有很多研究 已經證實這件事情了 沒有錯 就是大概牙齒病它 比如說剛剛你提到失智 我們就在大腦有懸腦屏障可以保護 它竟然可以發現牙齒病的細菌 那這個癌症的部分 大概原則上還是跟這個 睡眠呼吸中止症 我們做一個三方的相關性研究 是有非常高的相關 所以牙齒病人在美國是說 肺癌增加133% 大腸癌51% 7萬的芬蘭人進行實驗研究 牙齒病會影響胰臟 而且真的很可怕 口腔生物科學研究也告訴你說 六百種口內的微生物 都可能會對全身器官造成影響 所以慢性病跟癌症 通通都會來 其實很可怕 我們講到古代 古代沒有牙膏 像什麼黑人牙膏都最近才發生 那古代人怎麼結牙 吳醫師 其實古代人也會有什麼 他也會覺得這個禮貌 口腔 牙齒的清潔 所以我們在這個 我們的清朝的一個名醫 叫陳修元的 他有本醫書 那醫書裡面就提到 這個陳修元醫書七十二種 裡面有一個方子叫 故齒神方 故齒神方 那故齒神方裡面有九種藥材 那其實就是我們平常會用到的 青鹽 那青鹽其實中文叫海鹽 是 那古時候沒有我們的精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薄荷 然後細心 那薄荷這可以 我們口腔可以什麼 口腔的那個味道會清新 然後有那種涼涼的感覺 那這些藥材 包括細心就補腎氣的 然後再來就是像這種 一顆一顆的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補骨子 這個是補骨子 就是比較跟這個細心一樣 都是補腎氣的 有個預防的防風 那他就像過敏的 然後羊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那這個的話就是我們的漢蓮草 漢蓮草基本上也是跟我們的 那個補腎清新口氣 還有就是對我們身體裡面 那個就是菌類的這個 又根據一些實驗 就是對我們嘴巴的那個口腔的細菌 會有就是預防的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花椒 這個就比較特殊了 對 麻辣鍋 對 麻辣鍋 或者我們一些滷味都會用花椒 那有時候古人牙齒痛就花椒 把他什麼擠進去 所以他們會覺得這個花椒 對牙齒是有幫助的 那他有白紙 石膏 就有清熱的效果 所以他整個酒味藥材 不是這樣子拿來這樣 他是把它磨成粉以後 每天早晚 每天早晚以後 如果你有牙刷就有牙刷 那他的牙刷很特殊 我們古人的牙刷 他可能用這種有沒有 這個叫什麼 木材 木材 柳條 在柳樹這樣子飄的時候 摘人家的樹枝就對了 對 小樹枝就對了 然後甚至有的用柳條把它打扁了 然後前面把它這樣一條一條 對 一條一條 然後拿 就像牙刷一樣 對 然後來到清朝的時候 甚至有像我們在刷 刷鞋子的那種 像上面會有一些毛 不管是豬毛 或者是動物的毛 來刷這樣 古人的智慧就對了 沒錯 但我覺得牙周病最可怕的是 雖然牙周病腎群率八成對 但是有四成是完全不知道 自己有牙周病 我們有什麼樣的症狀 可以看得出來 我有牙周病 趙醫師 一般來說 牙周病就是牙齦紅 牙齦腫 甚至於牙齒咬 大部分人都等到牙齒咬才開始 才會發現 對啊 齒牙動搖 所以其實你在刷牙 如果你刷對的時候 你就會刷到牙齦流血 那這時候你大概心裡就有個禁句 OK 可是最麻煩是 很多人他刷牙的時候只刷牙齒 牙齦也要刷 他沒有刷到牙齦 你沒有刷到底下 所以不會流血就對了 他如果沒有刷到牙齦的時候 那這時候他當然怎麼刷都不會流血 對 我很認真唸書 可是我考試不及格 因為你唸課外書 一樣的意思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們牙刷牙膏有天然跟人工 人工那個牙膏牙刷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大部分牙周病的病 我們會注意到他都嘴巴開開呼吸 他的口腔就口乾舌燥 天然的牙膏唾液不見 OK 第二個嘴巴一開 除了口乾舌燥之外 打呼剛剛也是一樣 你只要嘴巴開就容易打呼 你容易打呼就缺氧 缺氧又有牙周病 OK 所以其實打呼你就要有一個警覺 你可能就是牙周病的 所以常常打呼你要小心 你可能有牙周病 對 那另外說平常牙周病最常的特徵 就是你刷牙會流血就對了 對 只要你刷牙牙基本上就會流血 是不是 OK 那平常怎麼清潔 雖然牙屑也可以清潔 對 一般來說大家都會習慣刷牙 是 那可是最麻煩就是說 假設我們把這個牙齒 把它弄剖面來看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其實這個牙齒的牙根的附近 牙縫的附近 它其實是凹陷 對 那你這時候凹陷的話 你在外面刷的時候 這裡凹陷 對 那你永遠刷不到這個 真正容易產生牙周病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就會想要用 這個所謂的牙線 OK 去刮一刮 或者牙尖刷 真的是進去牙齒中間的空隙 這邊稍微刮一下 OK 那特別就是說 一旦成年人 那你最好每天該用牙線就要用 甚至於小朋友 開始就養成習慣是最好 可是很多人都怕牙線弄一弄牙縫變大 到底會不會 這個當然就是說 你用的方法的問題 大部分人都擠 牙齒增下去刮刮刮刮 那這時候你也是在破壞 所以實際上是慢慢放進去往回刮 就是放到牙縫裡面的時候 輕輕的往回刮出來 對 離開牙齒的方向去刮 太暴力才會造成牙縫變大 輕柔一點 就可以變得很乾淨 不過我們大家還是希望 越天然的東西越好啦 廣告之後就告訴你 哪一些天然的食材 可以保護你的牙齒喔 有些人對痛感不是那麼的敏感 如果你活動的時候 這個關節咔咔聲 伴隨著疼痛 這個一定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市面上的鈣片白白種 到底要怎麼挑選呢 檸檬酸鈣 碳酸鈣 磷酸鈣 它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各有什麼優缺點呢 趕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的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尊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豪里等著你喔 嗯哦 嗯 嗯 嗯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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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